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护民众安全 中方愿同八方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 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 安全 我不了解你说的情况 建议你向有关部门询问 中方反对一切伤害平民的行为 谴责针对新闻记者的暴力行为 强烈呼吁有关各方停火指报 保护平民 家方此举无视客观事实 罔顾世贸规则 违背历史潮流 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做法 不仅破坏了中家的经贸关系 损害了家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 也无助于家绿色转型的进程 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中方对此强烈补 坚决反对 补贴补不出产业竞争力 保护主义 保护的是落后 失去的是未来 中国电动汽车产业 依靠持续的技术创新 完善的长工链体系 和充分的市场竞争 快速发展 这是比较优势 和市场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方敦促家方 尊重客观事实 遵守世贸组织规则 立即纠正错误的做法 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 今年的前七个月 中国各口岸的入境外国人 超过了1700万人次 同比增长了129.9% 目前国际客运航班量 每周超过了6300万 比六月底增长了近10% 这些都让我们感受到了 外国朋友对中国型扑面而来的热情 中国型持续圈粉 离不开中国持续开放的政策 和不断优化的服务 我们对15国实行了免签 入境15天的政策 新增了与新加坡 泰国等6个国家互免签证 将144小时 过境免签政策 适用范围 增加到37个口岸 54个国家 持续优化支付的服务 当前 究竟是谁不断地在南海侵权挑衅 是谁在引入意外的势力 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 地区国家对此都看得清清楚楚 破坏和平的帽子 绝对扣不到中国头上 我们敦促 非方个别人员 证实问题的根源 不要在姿势挑衅 破坏地区和平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不要在上演 颠倒黑白 倒打一耙的拙劣戏码 关于你提到的事件 中方的有关部门 正在了解核实相关的情况 双方通过既有的工作渠道 保持着沟通 在此我也想强调的是 中方无意侵入任何国家领空